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因为发表冒犯王室的不当言论而惹上官非 这名重量级在野党领袖今天在地庭面对煽动控罪 但被告否认有罪案件则定11月4号重新过堂 随着党魁吃上官司 土团党护主说警方的调查太过于仓促 但副首相纳杜斯里阿摩扎西忍不住回呛对方 不要太双标 在吉兰丹能经理周一席补选中 涉嫌发表种族宗教和王室言论的国民联盟主席慕尤丁 今早8点43分在多名国盟领袖的陪同下抵达话网声法庭 根据控状现年77岁的慕尤丁被控在8月14号晚间10点30分 到11点50分期间 在柏拉苏肯直区一个礼堂附近的空地发表煽动意味谈话 内容包括在第15届全国大选之后 即便自己获得115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却没有获得国家元首邀请宣誓出任首相 抵触1948年煽动法令第四之一之逼条文 并可在相同法令第四之一条文下至罪 最高监禁三年或罚款不超过5000令吉或两者监时 六名副检察司组成的主控团以拿督乌马赛夫丁为首 慕尤丁的五名代表律师分别是阿米尔罕扎 泽丹杰瓦尼 拿督斯里达基尤丁 穆罕默纳希尔以及玛利亚纳 控方建议把慕尤丁的保释金定为2万令吉 辩方则要求法庭考量先前在相同条文下的案件 罚款不超过5000令吉 法官最终允许被告以5000令吉保释金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并责定案件在11月4号重新过堂 面对慕尤丁被提控 土著团结党忍不住为党主席打抱不平 指警方的调查太仓促 结果招来副首相阿摩扎西炮轰双重标准 他认为任何人犯下罪行且调查完成之后 总检察长有权提告 realiz通过. 如果人家ments射射射射射射尬 Jeff Nash 留在案子书偷取消息 寒显射射身碗 现成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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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尬 επι 在我遇到的设论 案件被遇到的设论 意思是没有结束 我说是 民主要是正常的 若要是正常的 民主要是正常的 也就是国民阵线兼乌统主席的阿莫扎西 今天为2024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技术研讨会主持开幕后 促请在野党不要太双标 施责政府针对受查对象有欠公允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